宫主 宫主叫你们俩进来一下 宫主 你们看看 这屋子里好像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臭红红的 快玩玩 回宫主的话 宫主的房间奇相似异 小的并没有闻到什么臭红红的味道 小的也没有闻到 不会吧 你们再闻闻 挺大的一股味道 四肢闻闻 闻闻 好像是这个的味道 快过来 快过来 你看看这个 是不是它的味道 醒醒 走 都是你 出的什么馊主意啊 拿几块普通的檀香 哄骗公主 说什么中原迷魂烟 这下好了 害得我们每次 都要这么辛苦装晕 你是想被打晕呢 还是自己装晕啊 反正就公主要溜 我们也拦不住啊 还不如趁这个时间 好好睡个安稳觉 可是王上派我们来 是让我们好好看着公主的 咱们这样是不是有违亡命啊 你刚刚也看到王上的样子 九公主是王上的心头肉 那些个禁令 不过是拿了吓唬人罢了 哪一次算过数啊 咱们还是别把九公主惹恼了 不然没咱们好骨子吃 说得有道理 师父 师父 你终于来了 我当然要来了 怎么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关于和亲 我想到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你看啊 我如果已经跟别人定了亲 就不能再去和亲了 也就没有豊朝太子什么事了 所以呢 所以 所以 我想 我想让师父跟我定亲 这样我就不用被逼去 李朝和亲了 你别误会 我说的不是真定亲 只要我们演戏骗过阿爹就行了 好不好 怎么 你是觉得小枫配不上你 连跟我演个戏 都觉得丢人吗 不是 那是为什么 你不是说我跟你说什么你都能答应我吗 我那么相信你 可你呢 根本就是跟阿爹一伙的 好 小枫 是师父不配跟你在一起 我这样身负血汗身仇的人 不配拥有这样纯洁快乐的你 我更加没有资格把你变得像我一样 让你卷入这些恩怨和仇恨当中 我喊你 我让你替你这些恩怨和仇恨当中 激来的感ft 我是不是一样的 你觉得你有没有 cho自己的恩怨和仇恨 是没有废 STRTS 你呼之怎么办 他真正 tin 应该可以做一个 你更加想了